嗨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Everline的购物分享 最近秋冬我还是需要挺多就是基本款的单品来作为一些穿搭的基础吧 像我这次的话会买的比较像是毛衣类啊,然后裤子 就是非常基本款,然后我觉得跟任何其他风格搭配在一块儿 它都成立的这种款式,或者说非常舒服的款式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毛衣类 那毛衣类是我在Everline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品类 特别是它秋冬开身灭合的这种 那在基本款的毛衣里面算是比较有时尚感的 那首先的话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件毛衣 那这件它其实是一般的棉质的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款式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开衫 其实它的长度我觉得是扎进裤子里刚刚合适的那种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在毛衣往裤子里面扎的时候 会有这种毛衣很长,或者说它很厚 扎进去之后就会鼓出跟身体局限不符合的那种 形状 那像这个的话它的长度就是大概在跨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样扎进去的时候就是刚好的 特别是侧面 因为像很多毛衣它如果显胖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会横顾 但是像这个的话只是背后有一点点这种正常的宽松的空间 其他的地方都还是保持比较直顺的这种线条 正面也是这种倒下脚的形状 会显得尖比较好看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怎么挑身材的类型吧 然后它整个是这种粗针织的 因为这种粗针织的不挑身材的就蛮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算是比较友好的类型 然后像我最近在搭配的时候 我都会把这个扣子再解开一个 因为我都想搭这种丝巾或者说项链叠搭 这里就需要比较多的空间 如果是要这么搭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不要穿那种会露出来的内搭什么的 就尽量让内搭变得低一点 就是U型领这种 这样的话在秋冬会比较有呼吸感 然后我觉得跟丝巾搭配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搭配方式 就把这个尖尖放前面在后面挤 这样的话这种三角形还可以跟毛衣的三角形成为一个呼应 然后我其实最近对于这种开衫的穿搭有很多想法 这一期就先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些什么 那除了这件棉质的针织衫以外 还有这一件特别基本款的 那这一件的话就是羊绒 它是类似于一个T恤的设计 因为羊绒的话支出不一样的款式 其实成本会比羊毛更高一点 所以就比较少在这种基本款的品牌里面 找到不一样设计的羊绒款式 当然它的肤感是非常好的 非常软 不穿内搭也是OK的 我觉得它除了领子这里有一排扣子比较好看之外 还有就是它的袖子的设计 它的袖子有一个这样比较长的螺纹 然后上面的针织是比较宽一点点 这样会让这件毛衣看起来没有那么死板 那我自己在搭配这个毛衣的时候 首先第一种搭配方式也是跟前面这件开衫一样 把扣子会解得比较低一点 搭一些香料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搭丝巾的话就会显得不够重量 因为像这种比较厚的针织有厚度一点的 才可以跟这个丝巾形成一个厚薄的对比 就是丝巾会有一个轻盈感 那除了跟项链搭配在一块的话 我觉得它还可以就是更休闲的搭法 是在里面搭一个有色差的T恤 就比如说白T恤挺适合就是你不想要太多配饰 看起来过于正式就像一个日常出行的样子的话 就可以跟这个T恤啊或者说一些坎克背心搭配在一块 再跟大家分享第三件针织 然后这件针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了 因为前年我就买了一件是白色的 那件因为我前年和去年都其实平常挺经常穿的 所以已经有一点旧到需要换新的了 今年我就选了一个不同颜色的 那这件是一个米灰色 我觉得很好看 就这个灰色还挺特别的 不是那么的大地色气 然后又不是像纯灰色那么冷 有点紫藕色的样子 它的设计是领子比较高的 但是属于半高领 不属于那种要翻下来的 就如果像我的脖子的话 直接让它立在这里穿就可以 而且它比较好看的是这个纹理 就是它的织法是跟一般的毛衣不一样的 有一些这种小方块小方块的感觉 包括它前后摆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但因为它这个螺纹下摆没有收进去 所以看起来会随意感 然后纹意感更强一点 然后像这种半高领的毛衣呢 搭配方面我就不建议这些配饰什么的了 包括项链也不太建议放在外面 因为会显得有点老气吧 单穿是最好看的 然后跟一些球鞋啊 比较休闲的单品放在一块 这个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羊肉毛衣 而且这个厚度是比较厚的 就是像我刚刚那个黑色的针织衫 它是比较薄的嘛 那这件它比较厚 是我觉得冬天最冷的时候穿的这种毛衣 它的保暖性就真的非常好 我冬天的话穿一个保暖内衣 加它就完全够了 如果是高领类型的毛衣的话 应该是我每年 如果需要一个新的来替换的话 会无限回购的一个款式 那接下来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裤子的部分 我这次只入了两条裤子 那第一条就是一个黑色的牛仔裤 这条牛仔裤我真的觉得它的型非常的好 像我的牛仔裤直筒的会比较多嘛 然后或者说直筒往修身走的形状会比较多 那这一件我觉得是我为数不多的 类似于妈妈Jeans的一条牛仔裤 然后它穿上之后又不像一般的妈妈Jeans一样 显得那么的不够严肃吧 反而有一种lame和设计的裤子的感觉 就是胯那个地方是比较窄的 然后到膝盖稍微宽一点 然后到下面再收 但是它这个裤子是做的九分的 所以裤长超级的合适亚洲人 然后裤型啊什么的就腰臀比 对我来说也是合适的 那我自己的话还是穿24码 码术方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腰的部分会跟我自己的腰稍微有一点点空间 刚好可以用来扎一些毛衣啊 或者说其他内搭什么的 它这个裤型我觉得真的显得腿还蛮好看的 有些小伙伴如果觉得你们的腿型不够完美 或者有些地方需要遮的话 可以尝试这种类型的裤子 就除了比较秀气的高跟靴之外 还可以跟像牛仔靴啊 包括我今年非常喜欢的那种军雪就比较厚种类的 它都是可以搭在一块的 然后除了这条我平常都会穿的牛仔裤的类型之外 我还入了一条我比较少有的运动裤的类型 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作西裤来搭配的运动裤 因为它的材质是这种很软 然后有一定弹性的 就是跟卫衣类似的一个材质 裤子的裤腰也是做的有这种松紧 包括里面有袋子 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围来调整 然后前面这块的裤缝它是缝起来的 就是故意做了一个很明显的裤缝 那这一点就比较像西裤了 穿上之后会增加这个正式感 然后还有它的裤长和裤型 也是比较往下收的九分 修身西裤的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很舒适 然后又可以跟一些西装什么搭配在一块的单品 我甚至觉得它可以跟刚刚那件米灰色的羊绒衫在一起做居家服 就是那种你在家里可以穿 然后你出去比如说要拿快递 或者说只是下楼去超市买个东西 套一个外套就可以马上出门的这种类型 所以我觉得这套裤子我真的蛮喜欢的 就是用途很多 然后接下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外套 这是我这一次唯一入的一件外套 就是这个最基本款的黑色西装 这件黑色西装虽然比较薄 但是它也是羊毛的 所以说保暖性的话和作为秋冬叠搭的单品 穿在风衣里面也很合适 我西装已经非常多了 但是我为什么还选这一件的原因 就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看不出来年代感的一个西装 比如说收腰的那种黑色的 或者说非常oversize男款的黑色西装 但这些它都是有一些时效性的 可能过一段时间过几年不流行了 就可能会被淘汰掉 但是像这一件黑色西装我觉得是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件西装的版型真的就是只考虑了 是不是适合女性 是不是百搭这一点 首先它的形状做的看起来 我的肩膀是宽了那么一些些 但其实摸起来完全没有多的空间 它的垫肩是特别软的 应该就是多了一层面料而已 作为内搭的话这种西装是最合适的 因为有那种块状垫肩的内搭 穿在里面的话是会不舒服的 或者说它完全没有垫肩 但那样的内搭的话 你进室内脱下来后就会肩膀是溜肩 就不好看 而且它的袖子也是稍窄的 就不是很宽 所以对于大衣和外套的这个袖宽的要求就比较小 基本上任何秋冬的大衣它都可以塞得进去 然后它整体的形状是这种比较止顺下来的 没有收腰 下摆的长度和宽度是比较适中 所以我觉得对于利用率和实穿性来说 它真的是非常高 如果想穿的更酷一点 更有风格一点的话 就可以再买大一到两号这样 就可以有更宽的肩膀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搭配一个腰带在外面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比较时髦的样子 那除了衣服之外呢 我还选了两双鞋 一双是这种西部靴 还有一双就是这个 很基本款的小白鞋 那首先来说一下这种小白鞋吧 我已经好久没有入小白鞋了 但我觉得这双真的很好 就很舒服很适合 现在我们这种可能出门时间不会太久 就出去买个东西 然后就回家的这种状况 然后同时它又是很百搭的款式 它的颜色是这种皮布的颜色 不是完全纯白 应该算是偏暖掉的这种白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鞋底的设计 看起来偏厚一些 这样的设计的话 我觉得会显得不会头重脚轻 鞋头的话我是很喜欢 像这种这块做的比较宽 鞋头稍长的这种鞋型的运动鞋 都会显得腿会更细一些 就是相比于宽威这种 它没有把这里做宽 没有对小腿的修饰 那像这种脚掌做宽的鞋型 才会对小腿有一定的修饰作用 没有皮质 全部是帆布的小白鞋的话 除了冬天 转战出门的时候可以穿一半 夏天的时候穿一些裙子呀 或者说休闲的T恤 牛仔裤什么的 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单品 它也可以跟我现在身上 这个上衣什么的搭在一块 就是它们的色系 包括风格都是非常类似的 那裤子的话 再穿一个很classic的 这种水型牛仔裤 它就可以是一个很法式 很休闲的风格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西部靴 这双西部靴 也是非常经典的设计 我觉得EVERLINE最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一个款 它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设计的话 它不会在上面过多的 在做其他的点 它可能就是鞋型 或者说衣服的版型 会做的更精致一些 会更注意年轻化这一点 那像这双西部靴 就是整个鞋头是 尖偏方的这种类型 它鞋跟的高度呢 大概在6厘米的样子 新手的话 我觉得高跟鞋超过6厘米 可能会有比较难走 基本上控制在5到6厘米 这个样子是一个比较好用来练习的高度 好像这个的话算是比较OK的 还有它靴筒的这个松紧的部分 一般的会做成中间这样一条嘛 它是整个鞋的背面做了一圈 就是松紧给脚伸进去的这个 鞋会更多 然后你伸进去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 记得跟大家分享过靴筒 什么靴筒高度会显得小腿比较长 像这个的话也是 靴筒是脚后跟的这个同样的高度 稍微再高一点点 就差不多是同比例的 那像这种靴筒高度 也是我觉得短靴里面最经典的一个高度 那它靴字的宽度是比较窄的 那我觉得如果是脚背比较高 或者脚帐比较宽的女生的话 选这个鞋可能会选大一码的比较好 搭配方面呢 我是跟现在这一身搭配在一块的 我感觉就非常完整了已经 然后如果想戴裤一点的话 可以换成皮裤呀 或者说跟今年比较流行的 素皮的单品什么的搭配在一块 或者说跟一些脚花毛衣 就是有一些这种小痘痘啊 什么一种纹理的毛衣放在一块 就会有一个波西米亚的感觉 包括今年BB也出了一款 很高的那个西部靴嘛 那像这个的话 就可以作为它比较矮根板的平屉 也是可以参考 就它们的搭配什么的来穿 最后的最后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也是很百搭的一个款式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通勤的同时 有一些些学生的感觉 它是有两个袋子的 一个短的可以拎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长的是可以斜胯的 并且可以调节高度 就我自己背这种斜胯的 会喜欢把它调到最短的 然后尽量不要让它的长度超过屁股 因为超过屁股会觉得显得我自己很矮 就比例不是很好 所以我一般都是长度比较高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长度 它这个长的袋子因为不能取下来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这样直接放进包里 或者说让它搭在旁边就好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实用 因为现在很多包不会做分层了 像这么小的类型的话 大部分里面都只有一个侧带的塔包 那像这个的话里面其实分了三个很大的区域 两边和中间空间都非常大 可以很好收纳自己平时出门需要带的东西 特别是现在出门戴口罩 可以把口罩单独放在一个 就比较方便拿取 然后不会跟其他的东西碰到一起 然后弄脏什么的 当然搭配上来说就没有任何限制 可以跟所有风格放在一块 我自己还喜欢它的那个砖红色 因为我觉得像这个颜色的话 可以跟更女性化的单品放在一块 就是如果你有内搭或者说鞋子 是这个颜色的话 都可以跟这个包包放在一块 那像黑色的话 是跟我现在这个身上的颜色比较大的 因为我上面也穿了一个白的 在拿一个白色的包 白色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多 那黑色的话就更和谐一点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简单 然后功能性又比较好的包 是适合就是上班族啊 或者说学生党来选择的一个单品 然后包括它搭配的方面 就如果不知道怎么搭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Lamech的这种风格 它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平价的 然后又可以搭出性冷淡风格的一个包包吧 那好了这就是我在Everline里面选的 我觉得实穿度很高 容易搭配 并且不怎么挑身材的一些单品吧 因为最近马上就要进入 什么双11啊黑5之类的 就有很多打折的活动 就希望我对单品的选择 可以帮助到大家在挑选单品的时候 理清一些这个思路吧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